持續關心國際體壇 世巨盃的準決賽 銀潮曼聯面對撲合紅鑽 銀潮強權與持球率高達七成三九的絕對優勢 三比零銀球晉級冠軍戰 好 同樣是歐陸的強權對決 要來看到歐洲紫蘭的龍頭黃馬 對上貝爾格萊德 紅星 黃馬在哈德州尼亞雙十表現的帶領之下 七十二比五十八 輕鬆銀球 國際組總俱樂部世界盃進行到準決賽 由歐冠冠軍銀潮曼城 對上雅冠冠軍日本的撲合紅鑽 曼城的挪威球星Ellin Holland持續硬傷缺陣 比利時老將Kevin De Bruyne 也高掛免戰牌的情況之下 作為歐洲強權球隊 還是一路掌控比賽節奏 冰的上半場剛過四十五分鐘 布施階段冰臨城下 Mathias Nunes起腳船往中間 卻沒想到這時紅鑽的後場 Marius Horribotten搞了一個五樓 將球踢進自家門框 曼城限制得電 成為這股氣勢來到下半場 曼城很快就在第五十一分鐘 找到進攻機會 Kyle Walker這次長傳 相當精彩 找到Matelle Kovicic 單刀直入來到門框 起腳進射 GO 新賽季轉戰曼城之後 終於斬獲自己來到 行動家的第一次進球 一定取得二比零領先的曼城 不打算三把甘休 來到第五十九分鐘 又引來機會 Nunes大進去外起腳 第一時間被門將西川周座擋下 但掌握到回彈球的Renado Sova 沒有留給對手喘息空間 刁鑽角度將球送進門框 曼城直場比賽持球率高達 七成三九的絕對優勢 其中以三比零擊退紅轉 晉級四聚盃的冠軍戰 接下來要與南美自由盃冠軍 傅米尼斯爭奪冠軍金盃 關心玩足球 接下來將鏡頭轉向 歐洲直籃 目前聯盟龍頭皇家 瑪德里面對後段班的 貝爾格萊德 紅星 可說是大殺四方 Vincent Prarier身材優勢 載著禁區 接獲隊友 Cedro Rarigas 精準妙傳 上演空中作業 轟炸藍紅美技 這場比賽 Prarier個人十四分進帳 至於串針贏線的Rarigas 雖然這場比賽值得六分 不算太多 但有八次助攻六籃板的表現 算是相當全能 不過要說到全能演出 Mario Khazona 則是不妨多讓 整場比賽十七分 全隊最高之外 還有外帶十籃板的雙十演出 黃馬一路碾壓 最終是以七十二比五十八 大選過關 目前已戰績十四勝一半 繼續在聯盟維持立場地位 這需要來關心 我們未來在亞運期間 發起的挺國手做公益活動 今天最後一站 來到台中的厚禮國小 這位可是亞運金牌 也是柔道男生 楊勇偉的柔道法基地 柔道男生的母校 厚禮國小柔道隊 已經有超過三十年歷史 而功成名叫的楊勇偉 不止一次用心回饋 希望可以將他的精神 永遠傳承下去 杭州亞運期間 未來電視網發起挺國手 做公益的活動 而愛心列車 持續開到台中 來到柔道金牌 楊勇偉的母校 厚禮國小 楊勇偉雖然出生於屏東 但從小是在台中長大 就讀厚禮國小三年級時 他加入柔道隊 並從此踏上柔道路 逐漸成長為世界頂尖好手 而透過楊勇偉的牽線 未來電視網捐贈十萬元台幣 給到厚禮國小 雖然柔道男神訓練繁忙 補課到場 但還是錄製影片 標達心中之情 大家好 我是柔道國壽楊勇偉 感謝大家參與 未來的百萬捐款活動 我選擇捐款給我的 柔道隊啟蒙母校 厚禮國小柔道隊 希望可以幫助 更多繼承的 學柔道小朋友 有經費去參加比賽 然後累積經驗 讓我們一起把愛延續下去 感謝這一次 那個未來電視網季 我們的未來體育台 在辦理這個 看亞運挺選手 做公益的活動 剛好這一次的比賽 校長也有在電視前面看到 真的是感動在感動 他把十萬塊 也把他捐給我們的母校 厚禮國小 在這裡我們感謝他的愛心 厚禮國小柔道隊 長期在基層生根 已經有超過三十年的歷史 他們期望能運用 觀眾們熱烈響應 所帶來的十萬元愛心 給小選手們更完整的資源 幫助很大 因為我們沒錢 就沒有辦法出去比賽 那沒有沒有辦法比賽 就沒有辦法去學到一些經驗 不是小數目 但對我們來講 我們多了一次兩次的機會 那對學生的幫助是非常大 那很感謝未來 剛好有這個機會 透過雍尾這個部分 讓我們有機會 能把我們學校推展出去 讓他知道我們 其實我們也是很努力去做訓練 然後學術科都是並緊 在楊詠偉功成名舊後 沒有忘記栽培自己的母校 持續給予回饋 期待下一代孩童的成長 能更加茁壯 而未來電視網 在這次亞運發起的公益活動 共實戰一百萬台幣的愛心任務 圓滿完成 但這並不是終點 往後也希望能持續透過觀眾們 對國手的支持與鼓勵 引起社會對弱勢團體的重視 並且散播更多溫暖 未來體育台 黃偉紅陳文化 台中採訪報導 好 還是跟國內公益有關的話題 大家應該都相當熟悉 我們棒球的應援文化 只是相當有特色 而且國際知名 而熱血的應援舞曲 其實也可以用在做公益商 沒錯 活力四射的樂天女孩 是前進銀髮族的長照機構 跟著爺爺奶奶一起活動金骨 此外還有兩位球員陪伴做手工 一起來看溫馨畫面 在臺灣的棒球場 除了精采刺激的比賽 引人入勝之外 還有獨特的應援文化 更是享譽國際 為了讓在長照機構的 引髮族們也能夠感受到 棒球的國力四射 企業展開臺灣Be Supporter 二零二三年 應援計畫 邀請樂天女孩們 現場執導 應援舞曲 來囉 準備到Q彎 Q法劍骨開頭 廖劍骨開 廖劍骨 長照機構強調像這樣跟著 應援的舞蹈動作 一邊觀看比賽吸收外界知識 可以讓鷹髮族增加社會參與感 延緩退化任職的程度 這樣正向的公益活動理念 也讓參與其中的兩位樂天球員 陳冠宇 朱語賢感到相當感動 希望他們都是平平安健康康的 開開心心的 這就是我們一起加油努力的 一個動力這樣 感謝三鬥力邀請我們來參加 這次的活動 其實這次的活動 看似是我們帶給他們歡樂 其實他們是在 治癒我們的心靈 其實看他們開心的樣子 其實我們其實滿感動的 我們能做的 就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去 朝這麼好的方向去 然後幫助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兩位球員用心陪伴企業 期待運動員的真相能量 能夠感染爺爺奶奶們 保持活力 充實對於生活的熱情 希望不管到幾歲 大家都能夠對生活充滿熱愛 應援文化 不只是讓場邊球迷 共同參與 為球員加油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保持熱情 讓世界充滿活力以及笑容 回來渠臺綜合報導 好 嚴率關心國內的基層足球 要邁入第五屆的國小足球世界盃 整體規模越來越大 今年共七百八十二支隊伍 共襄勝局寫下了歷史新高紀錄 好 比賽即將要在十二月二十五號 盛打開梯 而今年只有十張的副賽門票 去年冠軍協和國小 已經做好充足準備 希望能夠力品未免 一百一十二學年度國小足球世界盃 正式邁入第五屆 本屆共有多達七百八十二支隊伍參賽 協下歷年新高 將在十二月二十五號聖誕節火熱開梯 勢必掀起一陣熱潮 教育部體育署樂見正值學齡的孩童參與足球 希望持續推廣足球運動 就是要把我們足球從基層開始扎根 我們來培育更多的足球的一個人才 期待有朝一日我們能夠在國際比賽 能夠讓世界看見我們台灣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這幾年來也在積極從事 各縣市的一個硬體的一個建設 讓我們的足球隊伍都能夠有更好的一個完善的一個設施 由中華民國迷你足球協會舉辦的國小世界盃 首屆有超過四百支球隊報名 今年隊伍數量再創新高 成長幅度非常驚人 嘉義縣更是有七十五隊參賽 在全台二十二個縣市當中排名第一 而本屆首場預賽就在嘉義縣舉行 要爭奪僅僅十張的副賽門票 去年搶下男子組冠軍的台中市協和國小 也將力拼賽時的首次連霸 然後好不容易把冠軍獎盃拿回去 那昨天我去校長是要把冠軍獎盃拿回來的時候 校長說這麼漂亮的獎盃為什麼要拿回去 上上個禮拜才剛拿到亞馬哈總冠軍 對 那我們想說這一屆的球員 他們還是很努力的想要再繼續把 學長的那些優點再把它傳承下來 那繼續再把這個獎盃再回歸到學校去 去年在男子組奪冠的協和國小 還有女子組冠軍冬禮國小 兩支隊伍都在記者會上歸還獎盃 象徵新的賽季即將開始 不過也請兩支球隊不用太過擔心 只要達成三連霸的壯舉 就可以永久收藏冠軍獎盃 就看今年是哪間學校會坐上冠軍寶座 我來TV台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